最新鸭运会的进行,相信不少的球迷,已经见证了新的中国男足。 在首场比赛当中中国男足不费锤挥施力的拿下东帝问,而且一场6-0的胜利让中国男足的球迷袭而起。 但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中国男足再次战胜蓄力啊,面对着只在世界杯日选赛上的国足扑主,中国男足再次3-0战胜对手。 对于中国男足来说两场比赛的胜利已经让我们其前小组出现。 但是在第三场面对阿联球的比赛当中,中国男足U23再次战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 在被阿联球领先一球倒了情况下,中国男足再次实现了反超,最凶2-1的胜利让中国男足在亚运会的小组赛当中收获了三连胜。 这是很多球迷第一次不习惯中国男足赢球,但是接下来赢球会成为我们的习惯吗? 在面对阿联球的比赛当中,首先是繁平的一球,作为国足的前锋,维世豪在比赛当中,用自己的那些打门,成功的让中国男足和阿联球,男足再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随后摇军胜的今天世界波更是帮助中国男足成功的南下比赛的胜利。 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足成功的打破足坛的三线记录,首先就是国足承办了本届亚运当中所有的最佳进球。 这是这么多年去亚洲都无法获得的记录,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他们都没有能够获得这样的一项殊荣。 但是中国男足在世界杯当中做到了,其中摇军胜的世界波,为世豪的,哪些打门,张玉宁的人囚犯过等等。 反正这一届的亚运会中国男足一夜之间羊眉吐气。 另外的一项记录就是中国男足在小组在当中三战全胜,而且在锦球数上创造了11力竞球。 在02年的亚运会当中中国男足也只是打进球力竞球,但是在那一届亚运会当中中国男足临风对手。 最后的一线记录就是国足的竞胜球。 目前国足的竞胜球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竞胜球一样派在第一。 对于中国男足来说这样的一场2-1打出了他们的自信心,更是让全亚洲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足球。 相信这一届的国足将会是国足的最强阵容。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没有一支球队感兴是中国男足。 我们期待着中国男足全面体能够开淘汰赛当中再次征服全亚洲。 相信现在被亚洲强队已经被国足的表现彻底的征服。 接下来该轮到他们睡不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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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